大政治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你好 我是馬千惠 大家午安 我是王宥正 好 千惠 今天 應該沒什麼好講的 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當然就是尼泊特颱風 沒錯 取國關注 只有這個了 這個尼泊特颱風 從前天一開始說 還不知道會不會來 到昨天變成說會來 但是應該是個小鋼炮 結果今天你看看 氣象專家怎麼說 他們說這是一個 讓人肅然起敬的大家伙 大大塊頭 那麼當然今天現場 我們會請到幾位專家 好好來分析一下 尼泊特颱風 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 哪邊有可能比較嚴重 大家千萬不要轉台 沒錯 既然戰士來了 全台灣就只能全面迎戰 現在介紹今天來到現場的來賓 首先歡迎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氣象將軍俞川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氣象專家賈青星 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 有些地方外頭起風了 下雨了 所以隨著時間的 一點一滴的逼近 這個暴風圈 也漸漸的會接觸陸地 可是我們看到 就在颱風要來之前 已經先奪走一條人命 地點在花蓮的七星潭 傳出有一名男子落海 因為這個風浪實在太大 暗巡人員根本沒有辦法 下海搶救 所以只好緊急出動了 直升機搜索 但根據了解 男子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把這個現場交給記者宋香菱 是的 主播後面上 可以看到青星潭這邊 因為颱風越來越避近 台灣的關係 海偏的風浪越來越大 但就在中午12點的時候 遊泥身穿藍色 上衣的男子穿越封鎖線 直衝海裡 雖然第一時間 暗巡人員有追上去 試圖將他攔下來 但來不及了 男子已經走進海中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暗巡人員有試圖下海要搶救 不過因為風浪太大 這個收救的動作越來越困難 但就在剛剛已經出動了 這個直升機 將這名男子找到他的蹤跡了 而且還利用這個直升機 將他調掛上岸 看一下現場畫面 可以看到十幾名的 這個暗巡人員 將這名男子送上岸之後 發現他已經失去了呼吸心跳 立馬將他實施CPR 還把他整個身體 搬到了這個沙灘車上面 準備將他送往醫院 所以記者我也掌握到 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這個颱風來自圈中 根據氣象局現在 也就是1點鐘的各地方的觀察 包括資料顯示 台北市現在在下雨 花東在下雨 雨量其實最多的 現在還東北角的宜蘭蘇澳地區 這個颱風對台灣有影響 昨天到現在其實大不同 昨天這個颱風逐漸的漲大 速度蠻快的 今天不一樣了 首先看到了路徑變化 這個是1點鐘的路徑 距離花蓮大概有350公里的海面上 其實它距離台東跟橫村比較近 以現在這個方向路徑的話 還是以西北西的方向前進 它速度由原來18公里變成14公里 速度減慢了 暴風線還維持200公里 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 在明天早上11點的時候 中間位置是在北緯23.3度 東京120.6度 換言之就在嘉義跟台南之間 早上10點鐘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在明天早上8點鐘 應該是在嘉義以北地區 它是23.6度 東京120.6度 現在偏難了一點 速度減慢了 它的方向由原來的300度 因為從開始發生到 今天早上8點鐘的 還是向西北西 也就是300度的方向 現在變成290度 整個來講的話有點偏難 所以整個位置來講有點偏難 因為速度減慢了 所以影響台灣的時間 相對的就各地方都減慢了 因為時間減慢了 所以影響到台灣時間會增長 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 要在明天下午23點的時候 中間位置剛好就在海峽的中岸 所以完全要解除這個颱風警報 應該是在後天清晨這段時間 登陸以後它的強度會減弱 暴風圈會減弱 但是整個它的雨量來講 我們用另外一張衛星雲圖 來給你做說明 從衛星雲圖很明顯可以知道 颱風圓非常的清楚 今天的颱風圓跟昨天的颱風圓 完全不一樣了 昨天比較細又跟真眼一樣 今天稍微大了一點 因為它的強度就到此為止 昨天是不斷地增強增強 所以昨天晚上就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今天的颱風也有點擴大 所以強度還是以強烈颱風 影響台灣地區 第二個 今天速度減慢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原來這裡一大片都是雲雨區 現在雲雨區向西移動了 同時這邊有個小高壓存在 還有最大的影響 為什麼它都速度減慢 原來我的頭頂上太平洋高壓 原來是東西向 就是這裡本來是沒有雲的 東西向的極限是往這邊走 所以從深層到昨天為止 速度都維持在每小時32公里 今天是18公里到14公里 跟前天昨天來講 少了大概一半了 第二個因為是東西向變成南北向 所以向西推動的力量相對的減少了 所以速度減慢了 但是還有一個 這個颱風雖然這個很結實 它的外圍環流非常的廣泛 這些環流會隨著颱風 慢慢向西移動以後 當這個颱風不管是登陸也好 在台灣中線也好 整個西南氣流這些雲系 會隨著這個颱風往西移動 所以當這個颱風在明天後天 終然之它解除了不要掉以輕心 尤其中部南部地區 會受到這些雲層的影響 還會持續下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今天到明天 主要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後天到大後天 是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尤其中南部 所以今天晚上以中央山脈 以東來講的話 是受到它首當其衝 不僅僅風大 雨也大 包括北部地區 剛好向風面的關係 登陸以後 經過中央山脈 它的強度會減弱 同時它的強度也 所以變成中部南部地區 同時它就轉成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全台灣都會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這不要掉以輕心 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它的重點 以上是颱風的最新動態 現在把鏡頭交換給主持人 好 雖然說聽到這個余伯伯講話 這個雨掉讓大家很安心 不過要提醒各位 尼泊波特颱風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而且看到余伯 余將軍就不是好事 是不是 也是這樣說沒錯 好 但是我們其實中間新聞 為了及時提供大家 最新的颱風動態 還有對各地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在全台灣各地 都布下重兵 依照剛剛我們就余伯伯 余將軍的分析 首當其衝的應該就是花洞地區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先請菁惠 帶我們到花蓮來看看 花蓮最新狀況 台鐵的狀況 那麼火車站現在是擠爆了 在現場的旅客是要等著搭車 我們立刻連線記者李文科 陸陸續續有一些車次 就會來進行停駛 那我們來聽聽民眾怎麼說 非常不好買 還好花蓮這個火車站 我覺得應該是他們決定的吧 他們要加班一班 有比較好的 是 剛好這一班是加班的 所以還好我們買到 我們從早上11點就來這裡 然後還好還好就有買到票 花蓮地區是285車次 就是18點18分開往台北之後 它是到彰化的海線的 這趟車開完之後 我們花蓮往北的 後面就全部停時了 好的 可以聽到台鐵表示說 在最後一班 這個花蓮北上列車次 是在下午6點多的時間 民眾也表示說 所幸還好台鐵在上午的時候 像是在花蓮火車站這邊 就有加開兩個列車次 讓民眾能夠盡早回家 以上現場為大家掌握到狀況 把誰鏡頭交換紅內主播 我現在越看 真的覺得越擔心 除了強度是一個 反正可是剛剛聽呂將軍說 他目前強度看來已經是到頂了 可是速度 速度似乎放緩 對 越走越慢 慢慢走 這個將軍還會再慢嗎 你說你很討厭我 我們也有這樣子 我們是唯瑜伯伯 可是唯瑜伯伯就是想要台風 對 就想台風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也討厭我 因為我一上台 這個颱風一定來 然後很多觀眾朋友也喜歡我 因為我很正確的告訴他 什麼時候來 哪個地方有大雨 所以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我都用小數點 它的輕微度來講 你說颱風今天晚上到明天 為什麼會變慢 是不是剛剛的問題 而且還會再慢嗎 還會再慢 以目前來講大概就是這個速度 從昨天到現在來講的話 它速度減少了一半 從8點 從10點到現在 它的走的方向是向西走的 不是向西北西走的 因為都是在22.3度 還會再往南偏嗎 以目前這個方向 如果直接偏的話 不一定說 可能從南部地方查邊球 以現在來看的話 為什麼會偏南一點 第一個 剛才我講了 大陸有一個小靠壓 因為原來都有雲的地方 變成沒有雲了 因為小靠壓就壓制它 速度減慢 也壓制它沒有向西北偏 第二個慢的原因 也就是地形的影響 中央山脈 雖然還很遠 有200多 第三個主要的原因 是太平洋高壓 原來極限 東西向變成南北向 所以速度減慢了 但是減慢不影響 它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會不會更不利 因為它停更久 對 慢慢來就算了 雖然氣象局在爆的總預量 是900 900它我的觀點 大概是平均起來 因為它速度昨天是比較快 今天是比較慢 對 所以我認為當它慢的話 可能還會修正 現在還沒開始下雨 因為速度慢了 還沒開始下雨 但是900以平均起來速度 因為它的110級風的暴風圈 是80公里 80公里的話 等於就是說直徑160公里 以速度來講 以昨天16公里最少的話 10個小時 所以我昨天到現在 它最大的暴風圈 可以影響10個小時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是14公里的話 大概有11.5小時 等於快12個鐘頭 你12個鐘頭能下比較大的雨勢來講 如果1小時的平均雨量 是70毫米 有時候下的會超過100毫米 但是以70毫米來講的話 這樣不超過1000這樣子 以70毫米來講 我是計算 我的概念計算出來 如果6小時 6 7 420 就是420 就是如果最大雨區來講 至少有420 在東半部地區 西半部地區 大概也要平均這樣 其他都是50以下 這樣的話大概是900毫米以下 如果都是6個小時 超過80甚至100的話 可能會上修 所以速度減慢了 相對的雨量就大了 你看它的中心位置 你看中心圓圈的是粉紅色的 你用彩色的圖 粉紅色中間是白色的 白色的話 表示它中間的溫度很低 低到什麼 零下80度以下 零下80度以下 相對它的厚度 將近有6萬5000英尺 6萬5000英尺的厚度 慢慢移過來 你可以下多少雨 我的天啊 所以雨量還是滿大的 不要掉以輕心 對 其實沒有錯 像余伯伯說的 這個在美國的海洋機 大氣的管理總署 他也提到了 要特別小心雨量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聽聽看 在CNN的氣象主播是怎麼樣來評斷這個大家伙 好 你注意到了嗎 剛剛這個主播其實提到了說這個颱風 有人說它長得很漂亮 因為它結構很扎實 很完整 那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來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在那個影片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它的颱風眼非常的小 因為我們看到颱風的颱風眼 大概比例上大概會有這麼大 給你注意到了嗎 它的颱風眼非常非常的小 這代表什麼意義 來 賈大哥 這個寧伯特颱風 它的這個小心眼的這個颱風眼 其實不是真的說它是很小心眼 其實它是形容 颱風眼很小 對 最主要是代表它颱風的 深層的一個階段 它的這個結構 其實發展得非常的完美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一個颱風結構 而且是一個非常圓形的 對稱的一個圓 剛剛那個余伯伯它的這個圖 也可以看到颱風非常的完美 所以通常就是代表 颱風眼非常的緊密 扎實 代表它的風雨的一個強度 會非常的強 所以從尼伯特颱風它的這個瞬間 中心最大風速 瞬間的風大概有17級風以上 雖然說現在達到高峰之後 慢慢大概會減弱 減弱但是還是維持 強烈的一個等級 所以這個每一次CNN颱風 它都會形容 只要在西北太平洋 是中度的颱風以上 對他們來講都是怪獸 其實對我們台灣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真的很多中度颱風的 以上的一個出現 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去看 這個CNN的報導 就看我們中天的新聞就可以了 是… 有種雨杯杯仔 對 昨天新聞要告訴大家 這個雨量恐怕怎麼樣 兇多吉少是吧 所以這樣子小的紮實的 它除了雨之外 在風的部分 會不會代表風速也特別的強 對 其實這種颱風 真的是風強 雨強 特別是它颱風中心通過的 花蓮跟台東 去年這個金城武術 好像是在蘇迪勒 那時候是在比較宜蘭那邊 它已經就受不了了 今年這一次這個尼泊特 再來是應該預估 大概是在台東附近登陸 台東附近登陸 所以最強的十級風 大概從那裡經過 所以這個金城武術 可能要好好特別的注意 另外就是在花東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小心 它整個這個風雨的一個情形 會隨著尼泊特颱風的中心 逐漸的一個靠近 所以在越晚 就是今天的這個傍晚下半天 到明天的這個颱風中心 登陸的這個時間點 大概明天的清晨五六點 因為大概會慢一點 這目前你也認為可能在花蓮登陸 在台東 台東的機會已經有點往南修 剛剛那個余伯佩 他其實也有提到 余伯佩經驗真的非常豐富 因為這個太平洋高壓 我常常是形容就是說 推動颱風的第一把推手 就是太平洋高壓 只是說最近我們在看 尼泊特颱風的路徑 這個不管是各國的官方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路徑一直來修正 其實這個也最主要是說 我們對這個太平洋高壓 它本身的一個電腦模式的 模擬的掌握度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 科學努力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順便就是說 呼籲我們中天的觀眾朋友 如果對氣象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跟余伯佩請教 當然如果說對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請教 我覺得我們氣象就需要 年輕後進來 對 後起之秀 對 好 那不管在台東 什麼花蓮登陸怎麼樣 可是現在其實大家要請教就是 一旦這個已經接觸台灣了 好 那我們想說 尼泊特戰士那沒關係 我們有護國神山 所以這個將軍中央山脈 他到底是好是壞 因為我們知道有時候會上下分層 但是有時候分了之後 原地打轉或是滯留 這肯定不是好事 莫拉克就是這樣嗎 中央山脈對台灣來講是有利的 很多人講台灣的天然資源很缺乏 在我看的話 看你缺乏什麼 金銀銅鐵錫可能很缺乏 但是有中央山脈的話 我們雨量不會缺乏 因為有雨量 我們各種工業才可以發展 你看鋼鐵要雨量 我們那個清密工業要水 所以沒有中央山脈的話 我們的工商業都不可能發達 那你最明顯的就是我們澎湖 澎湖沒有山 所以這個封面也好過去了 沒有什麼下雨 沒有淫風波 沒有淫風波 所以下雨的機率其實相對的很少 所以你到澎湖地方去投資的話 投資工業的話是不太可能 因為水不夠 因為有了中央山脈 所以它是很好的天然資源 對台灣來講 東半部地區就是冬天來講 會帶來雨量 對北部跟東北部 對夏天來講對中央山脈 會破壞颱風對台灣的侵襲程度 所以中央山脈對台灣很好 這個颱風分成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就是中央山脈的影響 所以在前半段 我就是前半段這段時間 還沒有登陸以前 在颱風眼的北面 就是東半部地區 包括花蓮 宜蘭 北部地區 影響比較大 風雨比較大 登陸以後會受到中央山脈的破壞 它強度 風力都會減弱 暴風半徑都會減弱 這時候它的強風跟大雨區 在颱風眼的南面 也就是中南部地區 所以中央山脈的影響 中央山脈使颱風清洗的時候 各地方出現的風雨 時間上會有挫差 尤其東半部地區從東來的話 東半部地區首當其衝 再來就是西半部地區 包括中央山脈 以西的中南部地區 所以前半段我特別呼籲 在颱風眼的北面風雨比較大 後半段登陸以後 在颱風眼的南面風雨比較大 就還是會分時區下 分時區 沒錯 而且其實這次大家 就一開始在討論 就是說在花蓮 在台東哪裡登陸什麼的 可是我們看到反正 就是朝這樣這個方向來的 對 花東地區這樣上來 我們都覺得很不樂觀 這三個字讓人看得很不舒服 莫拉克 09年的時候 他是從花蓮登陸的 那麼當時造成了 這個嚴重的小林村整個滅村 那麼災情慘重 而且造成了全台灣673人死亡 26個人失蹤 濃損高達195億元 這個是莫拉克風災 印象很深刻 那麼當時所有各家電台記者 都灑到當地一個月 尤其在高雄地區 後來連下四天的雨整個很慘 而且那時候很多同業傳回來的消息 都說邊跑新聞邊哭 對 那個時候狀況確實是這樣 我在那裡待了好久 對 你也在當地待很久 包括了在台東資本 金帥飯店倒塌的那一幕 觸目驚心 我們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宥正 你也在現場 對 金帥飯店在倒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還不曉得 就是在南部小林村會這麼嚴重 所以大家那時候知道 台東登陸雨很大 大家去台東等 那一開始先看到的狀況其實是 那個飯店其實跟這個 我們說資本溪 他中間還隔了一條馬路 叫龍泉路 他剛開始是路邊的地基被掏空 所以路就垮了 旁邊的一些便利商店 小吃店都被衝走 不過撤離得早 所以其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然後前面的這路不見了 後面就是金帥飯店 他從一開始 我們看他那個傾斜的角度 一開始10度 20度 25度 大概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都在那裡等了 你看這個瞬間 就是倒下的瞬間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要倒了 肯定會倒 所以大家都在對岸 包含很多民眾 也都來看見到那 就是這個畫面 當時看到 我跟你講 我們所有在旁邊等的記者 都叫出來了你知道嗎 就是他會 就是嚇到 我們知道會倒 可是沒想到他倒的那個樣子 你儘管有心理預期 還是 對 那真的叫做驚心動魄 那議員 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為什麼這個飯店會導成這樣 除了當然雨下很大之外 有沒有一些人謀不張的狀況 是天災加人禍 天災兩天下了1600公里的雨 實在是大到很誇張的大雨 第二個就是人禍 第一個 這個地方 怎麼可以蓋飯店 第二個 那條叫資本溪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曲流 彎曲的一個河流 然後衝擊的地方叫石積坡 旁邊這邊影響不到叫滑走坡 地底上 它是石積坡 就簡單講要救 他在不嚴重的左岸 他還弄了很多銷波塊 就水流擋一下 最需要救的 是要這個地方要放 要沒有救 就是石積坡反而就是飯店 這個地方 所以就倒掉了 後來法院的判局 判要賠償 要賠輕輕輕飯店 就是是人禍 法院判得很清楚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我們思考一下 台灣的超限利用 台灣的順向坡 台灣的三鋪對著開發 台灣的高爾夫這場太多等等 然後各種土基層 就是違法亂計 而且法令不是因為28條人命 的那個 上次那個叫林肯大俊的話 是30度以上不能蓋 然後順向坡檢查很嚴 還會出更多事 就是28條的人命 我們很痛心換來的教訓 所以我覺得要做 整個的總體檢 特別是台東 花蓮 這樣的地方 這是我們珍貴的山林 是不可以動它的 不可以有貪婪之心 商人去做生意財團等 所以我認為 這個從頭到尾 要做一個徹底的防範跟檢討 是非常重要的事 天災和人禍是最可怕的 尤其是大家都在關注的 桃園機場這一次 到底頂不頂得住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回到 大政治大爆掛現場 我們看到這個尼泊台風 已經來到了家門口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從北中南 來為您深入分析 究竟這個颱風對這三個地區 影響的程度還有時間點 我首先要這樣說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提到了 可能這一次的颱風中心 會在台東登陸 對 應該從台東登陸 原來也是預估的 比如說在北部宜蘭地區 伯伯 將軍 宜蘭是稍稍比較可以鬆口氣嗎 也不是宜蘭可以鬆口氣 宜蘭還要加強戒備 因為我剛剛特別提醒的話 在颱風眼的北面 是今天晚上首當其衝 當然是包括宜蘭 為什麼一直修著 從宜蘭跟花蓮登陸 又修到花蓮 台東登陸 現在又向南修 主要剛才 我叫他的路徑變化 路徑變化由原來的300度 因為我每個小時 都有去做他的紀錄 從開始到今天早上 大概1點鐘都還是300度的方向 因為氣象局公布的西北溪 其中包含了280度 290度 300度 都是西北溪 在遙遠的海面上 失之好里 差之千里 所以你只要0.5度的差距 登陸地點就完全不一樣 說不定從北面過去 說不定從台灣海峽過去 所以越到接近的時候 其實比較穩一點 這時候所以我剛剛特別提醒 為什麼比較偏南 同樣是西北溪 原來的300度到現在的290度 如果以氣象局的290度去 你拿一個圓規 因為我來爆氣象 我都有帶圓規 也有帶那個兩角規 所以我很正確的可以量出來 他的速度 他的方向 在哪個地方可以接觸陸地 以現在290度的話 大概就是台東附近 台東附近 因為這個颱風碰到中央山脈的時候 有些颱風會偏北一點 如果從花蓮登陸著 有時候偏南一點 他會打一個loop再過去 以這麼厚的颱風來講 如果是在比較偏南的地方 大概整體過散的機率比較高 雖然他的速度比昨天減慢了 但是厚度很厚 因為南部的中央山脈 跟北部的高度又不一樣了 泰晤山來講 也接近到3000公尺左右 寬度也不一樣 比較窄一點南部的中央山比較大 所以他可能會 整體過山的機率相對比較大 所以整體過山的話 對他的颱風眼的中心的處理 來講比較單純 所以整體過山的話就是 剛才你講的宜蘭說 會不會比較小一點 不見得 剛好就在颱風眼的北面 所以我特別提醒颱風眼的北面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之間 會比較大的風 但是登陸的前面 如果是 如果它是在台東 台東的風也很大 就是說颱風眼在什麼地方 颱風眼的登陸地區 是沒有風 沒有雨的 但是它的前緣 它的北面風 雨都很強 風 雨都很強 所以我想宜蘭不要掉以輕心 風可能比花蓮 台東要小一點 但是它剛好也是向風面 包括北部地區 陽明山 風力都很強 所以宜蘭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這是一個強烈颱風 所以特別呼籲 不是因為它偏南了 有些地方可以躲過 躲不過 只是說風雨略微 比其他地方小一點 比台東跟花蓮稍微小一點 但是它還是有比較大的風 整體來說還是風雨交加 沒錯 好 我們看到 依照余伯佩的分析的話 其實沒錯 最開始下雨的地方 大概就會從北部地區 雨風雨會從北部地區先來 好 說到北部地區 我就想到去年兩個颱風 也是把烏來弄得很慘 我們不要講台北市 我們先看到新北市的部分 那時候烏來不是路也斷了 變成一個 幾乎成一個孤島 好像滅村的感覺 對 變成一個重災區了 到現在還在上後 還沒抓 還沒抓 現在颱風又來了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預報員 現在看起來在北部 尤其是雙北地區 雨會不會很多 而且烏來怎麼辦 是不是也又慘了 對 就是北部地區的雨 雨量你預估大概會是多少 剛剛余伯佩有稍微講得 非常的清楚 其實風雨最強的地方 在花東跟宜蘭 這種的颱風路徑 它的這個特性 大概就是這樣的分布 那麼以這個新北大台北地區 來看的話 它另外一個比較注意 大概就是在宜蘭跟台北交界的 山區 也就是說南側 確實在這個新店 烏來 以及在這個東側 瑞芳 三峽這一帶 它的這個雨 大概也是要特別留意 當然現在的預估 氣氧級的預估的 這個二氏的累計量 大概是200到400毫米左右 在新北的山區 所以因為去年這個 蘇迪勒颱風重創的烏來 所以他們這個土石六警戒的職 有稍微下修 往下修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 降雨的情勢上面來看的話 特別是在這個新北的一些 山區的一些觀眾朋友 可能也要聽這個 因為新北市政府 應該也會做一些處置 是不是有預先撤離 所以對這個颱風 我覺得不是敵之不來 正是有以待之 因為這個高風險區域 一個颱風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如果沒有躲過 可能就一個家就毀了 所以能夠比較好的話 還是盡量要這個 要先下山會比較好 這個是一個人生的 重要的一個問題 對 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新北的雨勢很可觀 其實我看桃園好像也不少 桃園的雨的話 山區可能也會有大概 最多好像預估也到了700 雙北伊蘭比較麻煩 當然我看起來是偏南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台東是長100多公里 台東的跟花林台東交界 還是在鵝亂壁裡面的台東 這第一件事 這也要大家談一下 第二個 因為有中央參半主黨 可是宜蘭比較慘 宜蘭藍陽平原無險可守 你就直接吹進來了 雙北也麻煩 山地多 雲風坡 降雨 西南氣流再搞一下 而且北部七星山 北部的陽明山不夠高 而中央參半從雪山開始 那邊比較強大 比較高 有破壞颱風的問題 所以雙北伊蘭不可以掉以輕心 雖然已經偏南的登陸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現在最皮皮剉的 應該是桃園機場 對 所以我剛剛說桃園 雨應該也不少 我們先來看看桃基 目前的備戰狀況 尤其你記不記得 上次淹水的時候 每一個人領到的行李一打開 全都濕透了 對 甚至還有那種行李箱 水上飄的情況 現在守候在桃基現場的是 我們記者朱顯明 朱顯明告訴大家 好 這裡就是桃園機場 二航下最神秘的行李處理場 你可以看到後面 許多遊客的行李全部 都要經過這個轉盤 進行了分類之後 才會一件件的 交到了旅客的手上 但上次這裡差點淹水了 還好目前為止的桃園機場 進行了幾項防水的設施 首先第一個關鍵 就是為了要讓上次所謂的 行李水水漂的畫面不會再重演 你可以看到這裡 行李處理場 除了這個高度 大概有120公分的水柵門之外 下面也準備了像這樣子的一個沙包固定 到時候只要這樣子一擺的話 就可以讓這個水門 完全不會被水衝破 而另外這一頭 你可以看到原本 行警的這個人力 還有包含工作人員的人力 也是有陸續的逐漸的加班當中 到時候如果可以看到這裡 包含這個行情的行李處理車 以及這所謂的行李的轉盤 如果說真的碰到水 突破水門溢了過來的話 他也會隨時做好準備 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是安檢門 你看看 原本每一位員工 他都要經過這裡來處理這個行李 如果說行李到時候水 淹了上來之後 這個第一層 這個行李的空間 可能會暫時不用 而是透過上面的 這個所謂的空中的分類器 來為旅客做第一線的 這個行李的分類 當然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絕對不會讓所謂的 這個行李水水漂的狀況 再度的發生 事實上根據我們的了解 前一次6月初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行李轉盤的行李 並沒有因此受損 而是放在外面的所謂的 已經故障的廢棄的行李 也因此這次淘機 除了說在這神秘的地下的行李 處理場做好了萬全準備之外 還有包含了其他地下車道 還有停車場 全部都做好的沙巴準備 無非是希望 如果稍晚一點 與世以來的話 這裡的行李絕對不會受到 任何淹水的一個影響 就是目前在桃園機場 最近情況 再把鏡頭交還給彭的主播 的確交通部長賀成旦 也說這次有信心 絕對不會讓桃圭再淹水 只要這個雨不要下得太集中 這是個強烈颱風 雨能夠不集中嗎 所以將軍 這個老天爺會不會幫他一下 就是目前你看到說 桃園那雨其實滿大的 而且很多人說 食雨量超過40毫米 其實就會淹了 所以你預估 桃圭淹水的機率有多高 淹水就看當時每小時降雨量 我想如果每小時降雨量 超過70毫米的話 如果下三個小時 淹水的機率比較大 如果是低於這個 淹水的機率相對比較小 現在對桃園機場來講 有一個好處就是 為什麼 它有點偏難 那個石級風的暴風圈 是80公里會不會夠到桃圭 如果夠得到 它的雨量就大 夠不到 它的雨量就小 以目前的方向來看的話 在明天早上11點中間位置 是在23.3度 北緯120.6度 剛好它大概就在邊緣 因為80公里 加一到台北的話 加一到台北260幾公里 如果快要80公里 就是它暴風圈的 最大的暴風圈沒有夠到桃圭 所以相對的話 它的雨量比較小一點 第二個 在它大風區的時候 剛好是在中央山脈的 前面 也就是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一檔 像今天晚上一檔 它雖然北部會下雨 東北部也會下雨 相對的對桃園來講 因為有陽明山檔了 它相對雨量比較少 越過去以後 超級大概 鹽水機率還是很高 對 越過去以後 雖然轉成中南部 但是對桃園來講 以這個方向來講 它的雨量在明天中午以後 不會大過東半部地區 跟中南部地區 它的雨量會小於中南部地區 所以預報員也認為 淘積淹水的機率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看一下 的狀況是說 每小時降雨量 對 只要降雨量 對 每小時降雨量 只要超過70毫米的雨量 下雨的鹹水的機率 淹水的機率 而且要2到3小時 1小時沒關係 2到3小時就像得到 可是像淘積講說 他們做了很多的這種 防範措施 當然 這可能是賀成炭的 最後一戰 你知道嗎 其實他也有點在跟老天 也對讀的味道 對讀一下 不要嚇太大就沒事 好 當然就是說 待會兒回來 我們會有一個氣象局的 最新說法 先休息一下 繼續來關心 尼泊特颱風的尊重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好 剛剛我們兩位專家 談了很多關於 尼泊特颱風 它最新的路徑 目前看起來稍稍往南一點 最有可能會登陸的地方 應該就是台東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央氣象局 過去有統計了 颱風所謂的十大路線 目前看起來 尼泊特颱風 應該就會走這第三類 第三類路線 大概就是從所謂的 中部以北一點的地方 往西來穿過台灣 過去這樣的比例 大概是13%左右 而且以降方式 來到台灣的颱風 有幾個講出名字 大家可能心裡 都還會覺得毛毛的 千萬這邊有統計資料 對 這邊問題整理 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 已經提到了 莫拉克颱風 當時登陸點是花蓮 所以造成了整個 八八風災 小林村重創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說 673人死亡 那麼另外包括了 像是在2006年的凱米颱風 還有08年的鳳凰颱風 那麼同樣的 也是類似差不多的路徑 同樣也是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 那麼其實我們剛剛一開始 就已經問到將軍了 就是說本來預估 有可能登陸點是在宜蘭 這一次不會在宜蘭登陸了 會往南一點 對 但將軍說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你真的看每次在宜蘭 也真的沒好事 而且你看這多慘 1996年的賀伯颱風 這個名字大家一定印象 非常深刻 對 52人死亡 22人失蹤 也是一個非常慘重的災情 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今年這個 颱風姗姗來遲 不來則以 一來驚人 還沒來之前先創了一個紀錄了 就是將軍 60年來 第一個首台就是強烈颱風 但是我要說說 它大 它強 是不是就一定等於災情慘重 也未必 我們可不可以 正面思考一下 大強要來到我們這裡災情重 不來的話就跟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颱風來講 生成的時間比較晚 在今年六月底以前沒有生成颱風 一個颱風都沒有西台灣洋上 現在一生成就馬上來 過去來講是 很少見 在我的記憶裡好像沒有 所以我昨天講了以後 今天氣氧局才說60年首當起衝 因為在我的記憶 處理颱風來講還沒有過 但是過去我沒有去翻那個紀錄 所以我昨天講了以後 氣氧局說是60年來首當起衝 其實也就是一來 就變成一個強烈颱風 一強烈颱風就馬上侵略台灣 在過去來講 在我的記憶裡是沒有 這個颱風來勢洶洶 因為它生成的地點 剛好也比較遙遠 但昨天為什麼會增強 主要是在一個黑潮 所以在130度到125度 精度之間的話 它都有增強的機率 因為都是黑潮這個軟海面 軟海面颱風一經過這裡 你只要經過這邊的颱風 幾乎95%以上都會增強 這個颱風也是一樣 所以昨天真的很大 昨天早上2點鐘之後 中心風速變成一個強烈颱風 每秒是51公尺 後來到下午的時候 變成每秒55公尺 昨天晚上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說58公尺 58公尺相當於每小時 205公里 征鋒245 現在我為什麼說 強度已經到此為止 因為它的強度現在55 比昨天發布颱風 陸上颱風警報說 相對的強度來講減弱 第二個 它的氣壓上升了一點點 昨天發布颱風的時候 是905百趴 今天是910 然後更在上升當中 所以我說 它的強度對台灣而言 只會減弱 不會再增強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還是一個強烈颱風 影響台灣地區 好 就像我想請問一下議員 議員這幾個名字 對你來說應該很有影響 但是可能對部分 電視機前的觀眾來說 可能當時年紀還小 我是 一些不是那麼熟 我也是 好 我們要請議員幫我們回顧一下 當然說不是要嚇觀眾 但是我們總是要知道說 當時這樣子類似路徑的颱風 對台灣或說對台北 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大家應該怎麼樣來防範 議員對哪個颱風最有影響 賀博 賀博這個颱風為什麼這麼厲害 下雨下很大 而且從宜蘭那邊登陸 無險可守 沒有中央山脈的屏障 我講過七星跟陽明山比較矮 相對擋不了 而且賀博最印象最深刻 馬英九被賀博搞慘了 你回想 是不是全部捷御煙光 對 你回想 我們市議會 因為沒有弄沙包什麼 就全部 所有地平面以下全淹水 就是那個 納利台風 納利 納利 整個都淹掉 賀博也是 賀博也有 賀博也有 賀博 賀博都超大到一級 就是這樣的 類似像西北台 從宜蘭進來的 我看台北都大麻煩 都大麻煩 然後這樣的颱風 會有幾個事情會出來 第一個 一定對都市的平原重創 人口密集區 第二個颱風極大 路數會倒很多 而且停電 然後水都混濁 然後再後的復健 濃損 就是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看這一次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雖然將軍在這裡談 可是我看 我不是幸災樂禍 相對好一些 因為在台東 花蓮 甚至在台東 在南一點 對於宜蘭 對於都會區台北跟宜蘭 相對影響不大 可是對於南部的防範 我認為要加強 我們要多幫 北部多幫南部一些 所以柯文哲的區域治理 的協助國軍 我看對南部跟台東花蓮 要出動得多一點 對 不過預報員 講到這個南部地區 我們還回到剛剛09年的 莫拉克颱風 那個時候也覺得 應該還好 還好 結果誰知道 會在高雄連下四天的雨 他把一年份的全部下光了 所以剛剛呼應議員講的 對 中南部 尤其是南部地區 真的也 這個颱風如果從台東 南一點上來的話 中南部是不是會特別麻煩 而且剛剛將軍有提到 西南氣流整個引進的 這一次的 林博特颱風 他的外圍 剛剛從雲圖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雲系非常的廣 我借一下宇伯伯的圖 外側這個 當然其實從他慢慢的 往台灣這個方向走 當然現在研判 這個西南氣流 甩尾可能還好沒有 真正甩到台灣 但是他的整個氣流的走向 應該還是會帶進一些水氣 水氣的影響 所以整個當颱風上路之後 上到大陸這邊之後 他的水氣的一個偏南風 偏南風的一個現象就會 比較明顯 水氣天氣等等 都會相對是比較不穩定 當然因為其實從尼伯特颱風 他的這個會經過花蓮 台東中心最強的一個風速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也還滿有趣的 我們就舉一個去年的一個颱風 這個颱風 就是我們如果想像 這個我們人站在颱風中心 然後從颱風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逐漸碰觸 慢慢會感受到 開始起風了 起風了 然後七級風暴風進來 風開始增強增強 然後如果十級風進來更強 然後突然掉到颱風眼中心 突然無風無雨 可是颱風的後半 又經過風雨又增強 這個颱風是去年的颱風 去年8月的颱風 這個颱風很有名 8月的颱風 大家查一下 書開頭的 書開頭的 三個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風速的一個變化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慢慢颱風 接近的時候 風速會越來越大 到颱風最強的結構的時候 就最強 這個側站是花蓮站 43每秒的一個速度 每秒公尺的一個速度 大家突然突然掉下來 對 這個是什麼狀況 這個就是颱風的颱風眼 颱風中心經過的時候 它的這個風力就會降低 但是颱風的後半圓的強風地帶 又通過 又飆起來 所以特別這次也是要提醒 就是說在東部的一個觀眾 颱風登陸的一個中心點 它有可能在颱風中心登過 就是風搶 然後突然無風無雨 可是千萬不要以為颱風過了 因為後半下半場才這樣要開始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颱風它的一個風力的變化 特別是中心通過附近的一個地方 其實剛剛那個郁寶遠提到蘇迪勒 其實蘇迪勒 我說蘇開頭 蘇開頭 這個蘇開頭的三個字的颱風 其實讓大家是不能說出名字的颱風 其中它就是感受最深 最慘的應該算是台北 因為去年在台北 那個風真的很可怕 今年 現在看起來 迪伯特它的風 會跟去年的蘇信颱風一樣 當然它最強的這個強風 就剛剛余佩佩有提到 其實是在這個花東地方 在這個北部它是也會強 但是比較起來 我們研判應該是跟這個 蘇颱風來講的話 相對是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強 但其實我另外可能 也順便提醒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愛吃水果 前一陣子水果非常的貴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颱風 因為它是登陸到台東花蓮 所以有一些這個文旦幼 文旦幼 一定要吹掉了是不是 我很擔心 所以也藉著我們中天的 趕快提醒這個花東的 趕快採收 但是現在可能也沒辦法採 因為還沒 稻米先收 稻米差不多熟了 稻米還有香蕉 要特別注意 我們再來談好了 休息一下心情廣告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到這個 尼泊特颱風步步進逼 來看到在基隆已經變天了 八斗子漁港的最新情況 交給記者李榮鏡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的位置 就在基隆的八斗子漁港 那麼跟隨我們鏡頭 馬上來帶您看一下 在八斗子漁港這裡 其實漁民是起了一大早的 趕快來港口進行防臺的準備 馬上來聽一下漁民怎麼說 都是放船 加型制 要不然那個颱風過來的 都是浪很大 對 說台湧來了 台湧昨天回來的 台湧來了 沒有 台湧都一個月買了 我們可以看到 有去年受到強臺蘇迪勒颱風的影響 其實在基隆市這裡 很多漁船都受到了破壞 那麼為了因應這一次強臺尼伯特 威力也是同樣不容小覷 所以漁民們是不敢大意 那我們另外可以看到 其實還有漁船 是特別為了因應這次颱風即將來襲 是提早駐港來進行下雨貨的動作 那麼其實這次的颱風 是真的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它到時候的颱風半徑 是將近兩百公里 到時候在明天的凌晨到早上段期間 將會從台灣遺花之間來登陸 到時候整個暴風半徑 將會籠罩整個全台灣 而且這次颱風以颱風眼清晰可見 結構是非常非常的扎實 民眾可千萬要做好防台的準備 那麼以上在現場 為你掌握到的最近狀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好 我們看到這個尼伯特颱風 這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更加難纏 而且 真的已經到了 那個台北都開始在下雨了 對 所以有點開玩笑說 都已經恐嚇到這種程度了 這種地步了 所以將軍明天星期五 颱風架肯定放吧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從這些數字來看 應該都已經達到各地方 政府要放颱風架的標準了 我們給柯市長一些建議 到底要不要放 第一個 你剛剛都講了 放架是各縣市首長的權責 也是他的職責 以我颱風的本身來看 這個颱風都在 它的暴風圈範圍之類 全台灣嗎 對 全台灣都在 它的暴風圈範圍之類 只是下雨刮風的程度 有前後 有先後次序 先是東半部地區 再來就是西半部地區 那就看各個地方的首長 要不要去打賭 但是我肯定 各地方的風雨都很強 應該是達到放架的標準 主要還是看各縣長 要不要放 不會有出現那種 放半天的狀況嗎 我很擔心柯文哲 會亂搞 你知道嗎 怎麼搞 今天林佑昌不是罵他嗎 因為以前 北北基是一起的放不放架 因為地緣關係 颱風 他就率先說他自己的決定 那林佑昌說 大家要開個協調會 區域治理 可是他就是各行其事 他就自己要決定怎麼做 所以放 不就8點才要宣佈晚上 是 他說宣佈今天不放架 今天幹嘛要你宣佈 你知道他要出風頭 我說柯文哲 重點是明天 將軍講的 明天你一定要訂一個機制 要跟氣象專家聯絡 中央氣象局 然後這三個縣 朱立倫 林佑昌 柯文哲 要坐下來談 然後我們要步調一致 這個才是一個好的治理 而不是個性 其實這樣不好我覺得 其實我們每次講到颱風 大家當然關心災情 然後做好防疫準備之外 很多人最在乎的就是 到底要不要放假 可是都很煎熬 常常都等到什麼 好像10點 10點多 才能夠宣佈 所以依照這個機制來看的話 或者將軍剛才也講了 其實 早一點下判斷現實上 你不需要等到現行8點 這是你的行政裁量權 你資訊很充分 知道大概是怎樣 早一點決定 不然等到看電視 凌晨12點 1點 還在看要不要放假 來跑馬登 很辛苦 不放假 然後我太晚睡覺了 可是你早上又沒精神 其實這種東西 沒有辦法有個 早一點 我覺得早一點 早一點判斷 像那個預報員 其實這種雨 風 能夠下多大 下多久 吹多久 其實應該都能夠用到 用它的結構來預判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難吧 對 因為現在很多 縣市政府所長他的這個 放假的SOB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氣象情資資訊是參考 氣象局的風力跟降雨的預報 而且我們怕颱風政治學 有人想從這邊得利 這個我們很怕對不對 我們撇開政治學 我們就專業來說 對 應該可以判斷 所以從這個氣象局官方的預報 風力預報跟雨的降雨的預報 大概是發露警它會出來 所以現在確實要提早 做這個資訊的一個提供 確實還是要透過 像一般專業的氣象服務 或是像專業的氣象的諮詢 才有辦法稍微再提早一點 當然比如說要再提早個兩天 大概是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看這颱風路徑 它的這個變動性 還真的是滿大 一般大概我們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大概一天左右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剛剛中遠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放假政治學 大概就是我們能不能承擔 這個你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放不放 一定都有人罵 但是我覺得放這個颱風假 不應該是用颱風假 它是一個災防假 防災 也就是說 因為風險有一個不確定性 所以讓大家提早做好 這個防災的 有預防的成分 是...當然是 然後宣布了要放假 我根本來不及做準備 是這樣子 對 其實這個動因是可以 提早做準備 對 災防假 對 像這個防災大附加 對 等一下我玻璃不是瓦龜啦